青藏高原出現海底世界 拉薩第一間海洋館是營業 看看有甚麼特別 走入這間距離 布達拉宮只有5公里的奇幻海洋館 好似來到千姿北泰的海洋世界 這裏合共展示包括鯊魚、鷹魚、海鰻、山埔等 超過100種大約3000美的海洋生物 來參觀的小學生都非常興奮 在海拔超過3600米的拉薩 興建和營棍海洋館要克服諸多技術難關 除了高原環境下水的含氧量問題之外 最突出的是海洋生物的過水問題 目前已經透過海水和高原水人工配比方式成功破解 目前來說過水的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但是目前我們第一條鯊魚已經過水成功了 而且已經有三天的時間 它活得非常非常好 官方希望有更多的高原民眾走入海洋館 探索海洋知識 培養保護海洋和開發海洋資源的綠色環保 和可持續發展理念 無線電視記者麗在三部